学英语也可以很快乐 108年度乐学英语show party成果展演 20号在三合国中举行 教育局张明文局长他扮演耶诞老人 和41所的国中师生一起闯关学英语 现场有话剧表演还有歌曲演唱 戏份是热闹滚滚 学英语就是要大声唱出来 108年度乐学英语show party 展现同学们英语学习的成果 我希望每一个同学今天通过这样的活动 能够更喜欢英文 英文可以陪伴你一辈子 可以将来你可以跟全世界竞争 因为你的英语能力很好 你可以让台湾的未来 可以走出国际打国际飞 它的关键因素就在你的语言能力 教育局办理海外青年志工 英语辅学实验计划 有来自于会智基金会的乐心协助 跨海募集的大约25000本二手书籍 同时也账目海外青年志工 投入辅导英语学习的乐视学生 非常谢谢我们西北市的教育 这个教育里头它不只是 要让自己的孩子好 它更造福了我们在海外 出生成长在海外的这些 华裔青年华裔的家庭 因为你们 所以我们找到了一个 可以回馈自己家乡 可以带着我们自己的下一代 把这个学员从遥远的美国连回台湾 教育局特别颁奖感谢会智基金会的付出 以及青年志工的努力 全身使出浑身解数大秀道地的音语 也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彼此观摩验收学习的成果 记者沈志勇三重采访报道